霍振廷作为霍英东的长子 霍家的对外发言人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当年她和港姐朱玲玲的婚姻 到现在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朱玲玲为霍家生育了三个孩子 最后因为霍振廷疑似出轨侯玉婷而离婚 可若是霍振廷真的喜欢上了侯玉婷 为何在离婚之后不去把她娶回来呢 2014年赌王的千金何超英去世了 在她的葬礼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去 就连作为爸爸的何鸿燊也没有先身 然而霍振廷去了 还在葬礼上哭出了声 对比朱玲玲和何超英的照片我们发现 两人竟有些神似 难道真的像外界所传一样 霍振廷最爱的女人是何超英吗 霍振廷1946年出生 在她出生的时候 她的爸爸霍英东就已经开始创业了 长大后的霍振廷不同于她爸爸霍英东的沉默寡言 她外相 健谈 很喜欢 也很善于社交 那时候霍英东和何鸿燊是好朋友 更是生意上的伙伴 所以两家私交甚好 在霍振廷小的时候 何鸿燊还曾教过霍振廷打乒乓球 她和何超英的缘分就是在那时候结下的 何超英是何鸿燊的第一个女儿 她的母亲是有着澳门第一美女人称的李婉花 小时候的何超英很漂亮 被外界称为赌王最美的孩子 那时候赌王只有李婉花一个太太 而美丽可爱的何超英自然成了何鸿燊的掌上明珠 那时候何鸿燊和霍英东交好 两家经常走动 一来二去孩子们也都熟悉了 可以说何超英和霍振廷是青梅竹马 感情很好 从小就过得十分潇洒的何超英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婚姻会变成商业联姻 据悉 霍英东和何鸿燊在商业上出现了分歧 两家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 从那之后 霍振廷基本上没再怎么见到何超英 1971年在何鸿燊的安排之下 何超英嫁给了肖明的儿子肖白诚 两个人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可以说是纯粹就是一场商业联姻 据悉 两家联姻的目的是为了联手 在伊朗建设马场 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不会长久 婚后 何超英为肖家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肖白诚却到处拈花惹草 可怜的何超英在没有爱的家庭里苦苦度日 而这边的霍振廷作为霍家长子 她的身上有整个霍家的重担 留学归来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 22岁的她就带着400人的队伍 去到文莱建设深水港和货码头 事业上一帆风顺的霍振廷 在爱情上并不如意 她也许是喜欢何超英的美貌 或者是喜欢她身上潇洒自如的气质 两人一起参加活动 霍振廷还偷描过明艳动人的何超英 眼神里充满了仰慕和一往情深 只可惜事与愿违 何超英嫁给肖白诚之后 就注定了两人有缘无分 霍振廷32岁 这一年她遇到了港姐朱玲玲 那时候朱玲玲参加港姐选拔 一眼万年 霍振廷一眼就看中了朱玲玲 马上就展开了追求 有人对比朱玲玲和何超英的照片 发现两人有那么一点点的神似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呢 说何超英的婚姻是一场商业联姻 而霍振廷的又何尝不是呢 选美出身的朱玲玲除了美貌 更重要的是她名气很大 霍家主力发展体育事业 名气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朱玲玲和霍振廷结婚的时候 大败宴席 可以说是当时香港最盛大婚礼 取最美港姐的话题度 和举办盛大婚礼的曝光度 足以提高霍振廷的知名度 这为霍振廷进军体育事业 打下了不小的基础 婚后的朱玲玲 为霍家生下了三个儿子 霍启刚 霍启山 霍启人 即使这样 朱玲玲也没能留在霍家 她受不了霍家的豪门规矩 受不了丈夫的早出万规 长时间不回家 两人矛盾越来越多 最后压倒朱玲玲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霍振廷和女主播侯玉婷的绯闻 朱玲玲毅然决然的和霍振廷离婚了 离婚之后的霍振廷 一直没有再找其他的女人 而是一心的扑在事业上 专心培养下一代 反而是朱玲玲又嫁了一个富豪 叫罗康瑞 专心搞事业的霍振廷 像开了挂一样 霍振廷主要培养她从事体育行业 2001年霍振廷成为香港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 此后她开始帮助中国申办奥运会 当申奥成功的时候 她激动地给霍振廷打电话 霍振廷高兴地跳到泳池里平复心情 2002年的水立方投资建设中 以霍振廷为首的霍氏家族 捐款2亿人民币 霍振廷也因此受邀成为 奥运会跳水项目的颁奖嘉宾 值得一提的是 霍振廷当时颁奖的霍奖人 正是她日后的儿媳妇郭晶晶 虽然父母的婚姻走向了尽头 但在培养孩子这一方面 霍振廷绝不含糊 这里边霍启刚游慎 霍启刚在霍家严格地要求下长大的 毕业之后霍振廷就教她打理生意 在娶了郭晶晶之后 霍启刚名气大增 但不同于父亲和母亲 霍启刚和郭晶晶可是真爱哦 当年霍启刚追了郭晶晶很久 谈了八年恋爱才结的婚 霍家有意培养霍启刚从政 2020年霍启刚参选了 香港立法会的换届选举 霍英东三子都在商界 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没有一个从政 或许这也是霍英东的遗憾 长孙从政 霍家三子必定大力支持 而这边的何超英 过得就没那么快乐了 弟弟和弟媳出车祸去世了 母亲病重 自己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李婉华的去世是压倒何超英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开始变得疯疯癫癫 爱吃糖 爱穿铜装 喜欢迪士尼 最后带着女儿去过流浪的生活 当她再次现身时 变成大众的笑柄 人人都笑话 她是个神经病 以至于到最后 何鸿燊也不愿意接近她 她曾经也是被放在手心里 呵护的小公主啊 人人都笑她是神经病 谁能想起 她曾是个风华绝代名媛 2014年 何超英因为脑血管疾病去世 她什么遗言也没有留下 在她的葬礼上 几乎没有什么人去 就连作为爸爸的何鸿燊也没有现身 然而何振廷去了 还在葬礼上哭出了声 说何超英年轻的时候 是漂亮且前卫的 看着昔日一起长大的好妹妹 促然离去 何振廷多多少少会有遗憾 何超英和何振廷是朋友也好 是外界猜测的爱情也好 是被何鸿燊斩断的姻缘也罢 这一切都随着何超英的离去 而沉归故里 其实有时候 豪门子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有时候 连自己怎样活着都无法选择 好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本期观点 根据网络现有信息 整理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 发弹幕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我们下期视频